4月17日的啤梨晚報 過了這個月很快到5月 最近我們已經在試種 千試萬試 結果要賣去年我們買開老爺的種 因為真的沒辦法 有時候吃美都吹到自己媽媽不能來 有時候有些東西就是簡簡單單 傳統就最好 很快到5月6月又說什麼 母親節 然後又說什麼 端午節 食種 我們看看那些相片的廣告 小弟當年帶頭到 是因為要做什麼 吳詠雄前夫的大替身 吳詠雄無消 吳詠雄是挺好的 我挺喜歡的 吳詠雄就是大時代其中一個 各位網友 這個星期直版海膽 499元 當然不是你們吃的399元 有時候最便宜的時候是399元 但是499元也是很便宜的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吃海膽的朋友 可以WhatsApp 184-811-1079元 訂海膽 OK 好 再下一張 這個就是我們的鮮學實針 即是鳳尾刺 隔噴刺 不是鳳尾刺 我就不特別講 其實這些是可一物可在的 直隔噴刺 你看看裡面的鮮 記住 鮮鮮 吃鮮 吃鮮 然後吃直隔噴 對 最後才這樣說 當然要鮮鮮 當然要鮮鮮鮮 很棒 我們就買599元 外面如果餐廳有得做的話 又訂菜 應該1,2,3元 是功夫菜 在魚翅撈飯的時代 人們最流行的 即是叫折墮菜 但我覺得大家都要吃一下 試一下 五百多元 今晚我這樣說 如果這一屆阿仙奴能夠 入到決賽 我會有一個 big offer to everybody 即是決賽已經可以了 不用拿冠軍 不用 入到決賽就拿冠軍 哈哈 風掛 我們要看掛像 入決賽就拿冠軍 好 下一張 五九八 這個 先學神針 真是甲針士 剛剛那張就對了 鱷魚湯 我很久沒有賣 我一直有繼續賣 這陣子我都買到斷貨 當然因為雪櫃所限 不是來很多 原來這陣子 天氣 為什麼這麼多人的氣管 不可以呢 如果氣管不可以 就買川貝鱷魚湯 就最好了 是吧 想潤一點 就用雪爾海底爺鱷魚湯 當然我們有 三款鱷魚湯 都是補氣管 酵泉的 但是效果最好就是川沛 最潤就是雪爾 但是有些人 養精固慎 就喝這個鱷魚湯 七十三元一盒 回家瑜便可以喝了 好再去 好了 很久沒有賣 其實有時候我們廣告 都會有賣的 就是我們的供應者 說很有信心 如果你沒有效果 就實配奉還那個 熊護湯 熊護湯 我覺得很多朋友在喝 我自己都一天喝 一份 我直接倒入一杯 冰水 基本上喝冰水 就一定不好 以中意來說 但是我就是最討厭 那些 不凍涼的 我覺得是挺好喝的 內臟脂肪 我還沒去量 就不知道怎樣 439元一支 應該一個月可以足夠喝了 是不是買個六支 我都不記得了 你們Whatsapp 好像買個六支 有12支 就399 我都不記得了 你Whatsapp 81079 但是先不要貪Discount 喝一支 試一下 對不對 好不OK 老實說 醋就一定會喝 即使你身體多好 因為醋就軟化血管 最重要是選一些天然的醋 下一張 益生圓 其實我買了這麼久 我都不明白為何益生圓這麼貴 因為我買得便宜 599 現在這個 弄錯了 588 我加了價錢 因為我受不了 588 我算過了 599元兩盒 買8盒 就送一盒 我先換一張圖 這就是益生圓 下一張 NMN 有些朋友 我現在有差不多 二三十個 Wender 都問我 我打算不知道各位做什麼N&M YOUлаг 其實我在千桶八年底下 當中則買stankemen 要們只賣兩款XCanCoe Sign or Schctur 因為我自己這款用的效果比較好 現在你可以使用買賣賣賣$980 他們是有$7200Meyarn 而是用白色 champagne 當然這些東西是$18,000mge 都可以使用其他產品 是賣賣$1299 都賣錢在賣$1050 我覺得這款 proclaimed 就是good enough to me 即使我已經超薄50歲 應該要吃火腿 但我也很精神 起碼 只要是不會睡覺 這是非常重要的 好 再去 以色列專業生法儀器 阿正昨天就說 他竟然要偷薄頭髮 究竟是來自以色列專業生法儀器 還是來自他的洗頭髮呢 都是隨便一飯的 要偷薄 警署現在的頭髮 他這麼爛氣也不喜歡 我喜歡貼一點 即是要挺挺一點 OK 那你其實可以遮蓋他 但遮蓋他又怕會失 我想要貼一點 不想那麼停很怪 是嗎 現在都不是很怪 有些尖的現在 不可以貼不貼嗎 確實是 太多 所以就要偷薄一點 記住 13800元 我們這裡一直有狗絕的 其實他們是公價的 當然你可以找HairVision 或者上來找HairVision 他們很熟悉的 去諮詢 以及 做頭皮測試 就算你不賣機 我們都樂意 做頭皮測試 但是 就100元次 你不賣機 當然如果100元你不想付的 你不買機 你不買別的東西 因為我都不想下收你們的錢 其實我現在有部機 眾神奇 是用來 等我的機來才說 好 下一場 如果沒有那麼多照片 那些什麼 卵鶴膜 涌巡泰 這些 大家就 自己收拾吧 或者什麼龍蝦湯 說我真是多東西 不得了 牛丸 那些 我現在都在研究 怎樣配盤貨 實在 實在太難做了 現在 今年 在大節過後 就突然間 弄了下來 我當然也托賴 但是 如果我都這麼弄 我真的很難想像 究竟香港會 何去何從 本地消費不振 不振的東西 老實說 我們不會用我們 自己來講 我們看過文官一點 整個香港 很多人都會覺得 誰做皇帝 誰做皇帝 我都會做人的 他不會一剎乃就改變了 為什麼現在 消費那麼疲乏 是大家 無論什麼態度都好 大家都覺得未來 很難以估計 於是 禁了個荷包 有些連這些未來都不去估計 太忙了 但是經濟不好 可能老闆 查完 可能 減薪 或者 沒有什麼加薪 或者加少少薪 但是東西不斷加價 銀包窄了 就事不宜 花少一點 這個很簡單 有錢的 不要緊 明明下面那間茶樓 貴一點 不損在啦 幾一元幾毫 你沒有就沒有啦 大哥 就損在啦 所以 老實說 政治 你問我 從來 經濟 就是 經濟是怎麼 你的政治就會怎麼表現出來 是吧 有網友 泳春曼說 香港就好像老人家那樣 不舉了 是時候收工 老實說 我不知道老人家 舉的情況是怎樣 我很少跟老人家談這個問題 就是他舉得多硬 又或者又舉到之後他有沒有體力 去砌 但是有時候我在想 我來高蘭想像 我近一點 阿正就遠一點 如果有一天 真的不行 如果有一條嶺子在面前 剝了衣服 你都起不了快 我真的很慘 你說 你說 我不做 和我做不到的兩件事 對嗎 我記得那時候我整天問人 我小時候 十多歲的時候 問一些朋友 寧願斬一隻手 還是斬一條溫州 不用問吧 不是 真的有很多人說 那就寧願斬一條溫州 為什麼 他們說什麼溫飾 真的會有這樣的人想 楊過 對嗎 讀非打合 因為那個年度我十多二十歲 真的有工業 真的都要賺錢 都要這樣想 我問這些人都是十多二十歲 可能 他們譬如是大兒子 或者有家裡 家裡 什麼 但是那時候兩個手 和斬一條溫州 都是斬一條溫州 沒有了 有時候你問我 你問一下葉武陽康 你老實說 沒有斬一條溫州 就很慘 但是兩個手都沒有了 你真的有很多事情做不到 你沒有斬一條溫州 但是沒有斬一條溫州最慘的是 過不了人 但是有心癮 心癮 商界林有時候 太監 有時候 他掛手 有時候都要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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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要不賺走 有病例的 譬如說 他感覺到他的手指被人捏住 捏到很痛 扭住 扭到很痛 但明明他的手撕了 於是我們去 靈界 又或者從一些心理 令到他覺得那隻手 放開的手 所以太感也是一樣的 他有時候的幻肢 幻想的肢體 他覺得自己 拿球的時候 覺得下面真的很硬 他覺得自己很硬 所以那個不是完全沒有跟過 有些是硬的 有些是煙不正 也有的 好 明天繼續 今晚要看球 拜拜